大家好,这也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其实这一次我去台中最最兴奋的是这一颗兰花 这颗兰花是我先订的 因为他在网络上有po出他的照片 那我就知道是他 我找他找好久了 我之前买了一个高牙 种了好几年都长得很慢不开花 这个是鲍文兰 而且是菲律宾版的鲍文兰 这颗非常非常非常少见 是属于中大型的鲍文兰的品系之一 那他现在花有点蟹了 之前没有蟹的时候很漂亮 白底带有这个斑文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一颗呢 目前市面上非常的少见 基本上偶尔才可以看得到 之前我还跟人家买过一个切牙 然后长很久 现在还在我朋友的园子里头慢慢的长 长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当然这一颗目前是大型的个体 让我非常的开心 说终于找到他了 这一颗呢是鲍文兰的体系之一 是鲍文兰我还蛮喜欢的 台湾的我收了大概四五颗 那菲律宾版本的呢 其实有好几种品系 以前我种不太活了 最近是种了活 所以我就最近就开始种这种鲍文兰系列 鲍文兰系列呢 其实它是属于大型的蓝种 有人叫蛆子花 在台湾叫蛆子花 那这个是菲律宾版本的很大颗 那它的花呢在现在开非常特别 大部分的鲍文兰的花都是在春天开 对不对 在五月多左右开 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了 它还在开 就表示它的开花季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次最高兴是买到它了 但是你看它的个体跟的真台湾的爆奶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看个体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那这个呢 它的学名是G什么什么的 是比较少见的兰花品种 其实之前有一阵子我在找它 还找不到 因为这个这类型的没有特别的近 所以其实可能个体比较大 所以近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些 那它在现在已经快凋谢了 因为我把它放在那个运回来的时候 放在旁边还没有去理它 现在已经快凋谢了 可是还有新的花抱要开了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其实它喜欢光线 如果你喜欢种它的话 要有足够的光线 还要有湿度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爆纹兰其实要有湿度有光线 所以就可以长得不错 那长得很慢是它的特点 所以它长得不是这么的快 夏天的时候要有遮阴 不然会晒伤 其实它在原产地 像这种的原产地 台湾的爆纹兰原产地 是在大树下 基本上是在大树的高 比较偏高的地方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它是属于中大型 台湾的话就是爆纹兰 或者是这种大小的 跟这种体型的就是爆纹兰 或者是其他的另外焦兰系列 也会长得很像 但是其实开花不一定出来 就是爆纹 有可能是焦兰 那这几年其实我在市场上有买到人工的爆纹兰系列 那在菲律宾版本就比较少这种人工形态的 因为主要可能繁殖的人比较少 或者种的时间要比较长 所以以这个为缺点 就是没有那么长得比较慢 这个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那这一类型的爆纹兰呢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大 但是就是占空间 而且也喜欢日照 所以在种植环境上比较要求一些 喜欢潮湿 又喜欢光线 但是又不能太强 所以这是它的缺点之一 那一次开花可以开非常的多的花 从结晶的中侧拉出一个花絮来 然后往上开 那通常带有香味 也是爆纹兰的特色之一 台湾的爆纹兰也会有香味 国外的爆纹兰也有香味 国外的好多脾气 其实很漂亮 那每一种的特色都不太一样 那之前我朋友那边有做石森苗 长非常慢 他说从石森苗长到大 长了快四五年 非常非常慢 那到了开花株的程度 所以你就知道这种兰花 其实长的速度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快 所以它是属于慢长型的品种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跟耐心 才有可能会长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很漂亮 因为我很喜欢的兰花 市场上真的比较少见 目前等它再重新开花的时候 我再拍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现在快凋谢了 就没有那么漂亮了 不过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八月开的爆纹兰 完全跟人家的季节不一样 其实现在有很多兰花 它的季节是 有些特别输的长花品种 它季节跟人家完全长不一样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我们下次见